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也体会体会被人家看热闹的快乐心情 黄小虾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还没男朋友呢 不是 就算我有 你也不能这样啊 小小仙儿 其实吧 善良面说的不完全 这个 美国科学家研究表明 这个激情 激情过后 再 再 再 初吻后的第一一千天激情就消退了 所以吧 不管你怎么一千天以后 一千天以后 结婚的离婚 同居的散伙 那你说你爸妈当时在一起一千天之后 为什么就没分手呢 这样就不会留下你给我添堵了 你 失恋子造 造成 造成 毒蛇症 心不在意 王总好 你 你讨一讨讨讨论 你 你讨讨讨论 怎么着 要不我起来跟你跳个舞 我告诉你 现在看热闹有多高兴 将来自己挡人一起来就会有多伤心 就想抱你 看什么看 小爷 我失恋了 我没说什么呀 不就是失恋了吗 走 走 我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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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吃饭了吗 两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心里不踏实 我想跟他好好聊聊 你想跟他聊什么呀 从道歉开始吧 还是我来聊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璐子 你在哪儿呢 不是 我问你啊 你到底想看哪个电影啊 你真的去电影院排队去了 那我要看最新的那个 咱们吃完饭再去 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 怎么会来不及呢 那你下班 准时下楼啊 我先去接你吃饭 怎么吃什么呀 你不是禅海底捞了吗 我连位子都订好了 小璐子 你越来越贴心了 傻傻的 就这样吧 问我要去看哪场电影 去哪儿吃饭 就像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一样 好吗 就当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求你了 璐然 我求你了 上班呢 把这句审了行吗 行 其实我一直都想 都想跟你解释这个事 但是我没敢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吧 没事 我问 你大 什么时候开始了 半年前吧 什么时候开始了 半年前 对 只是那个时候 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 跟你说 那时候 我们仨天天在一起 前两天我们还在说 夏天去哪儿去送假去 你们俩把我当什么 你们俩地下恋的忠实观众吗 告诉我了 你们俩就演不成了是吧 小夕我最怕就是这个 你能先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先别那么刻薄 当时谁追我的时候告诉我说 姑娘我就喜欢你的客户呀 但是现在我已经累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 跪在地上 哭着求你说 路然你不要离开我睡吗 对不起 我黄小夕从小到大 身体里就没有那么细胞 小夕 我不是为了求你原谅 才给你打这个电话 你明白吗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听见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气泡碎条的声音 那是我卑微的 被子孙戒指的 奢望他回到的那个冤枉 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尽情地骂我 好吗 这一回我愿意把你最恶夺 最刻薄的诅咒从头到尾听闻 小夕 咱们两个在一块真的不合适 你把我放了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因为我从来就没记得过你 这就是你的问题 从来都是这么最硬 最硬 什么叫最硬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应该特痛苦 特狼狈 是不是应该抱着你退休 你回来 对 我还告诉你 你在我心里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 充其量就是一难充 你要不先开口的话 我还真不好意思告诉你 其实我早就腻完腻了 感谢你提前在我面前现言 天我鼻家告我 你就是一难道女昌的贱祸 要不然我还真是不知道 拿什么理由来把你一脚踹 黄小仙 咱俩在一块已经七年了 就算分手你有必要 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是 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只不过是一个 你胡聊时候的体责对象 忽来忽去的碎催 你高兴了 就跟我说两句好惊的 不高兴了 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咱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 你有哪天是把我当成一个 跟你平等的人在爱呀 对 佳琪她就是不一样 她尊重我 她欣赏我 她能够体贴我的感受 她愿意让我开心 就单凭这一点 她就是比你黄小仙强一万倍 她就是比你值得爱 知道吗 我还明告诉你了 我就是爱她 我不要你了黄小仙 你眺恋的 等你离聚 你眺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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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离聚 你眺恋的数字 我闻着你了 你眺恋的 你眺恋的 并不总是 偷爱拥抱你 我想说的 谁也不可惜 去个过后 这些是同一件事情 我所有的 何方何必何情 在必须发现 我们中间 一无所有前 至少你可以说 我懂 活着的 最近我 我拥有的 都是交信 而我失去的 都是人生 当你不遗忘 也不像曾经 我爱你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男朋友来电话了 是不是求你原谅他 多 多好的男人呀 怎么可能说分就分了呢 一年三百六十天 除了你没来 天天吓到手在咱楼底下 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说说 说什么说 我跟你说啊 人的本性就一个字 就是贱 你越是这个时候 越来冷着他 扫着他 他才有可能 劈哒劈哒地把你找回来 你要是现在贴着他呀 求着他 他反而会把你放在眼里 你跟我说说 他说了什么 我给你分出去 你也别说了 小姓你也别哭 我脑子里乱闹 这样同事一场 这事我丢了 我替你出气 想不到 这时候还挺难的 你把他邮箱给我 我现在就给他发病毒 哎 哎行呢 你们省一下啦 小仙说了 他来年跟别的女人谈了 咋也不会回来这种情况 我说只是 董东太 啊 还有几个小时想办 还好几个小时 够了 小仙 你肯定忘了啊 前几天我让你到北图 把国外最新婚礼资料 给我印一份 我明天就要用了 还有好几个小时就要下班了 应该来得及 去吧 都是过来人 我们俩的对有权利说话 你那个不靠谷呢 你就不要 干什么啊大哥 我觉得臭 你被对人围着干嘛呢 你不知道我在海洋地的环境下 待久的凶会闷 我现在凶闷呢凶闷呢 该干嘛干嘛去 大老王好 都叫大老王了能是真的 不干啥 以前看着你们俩的背影 我总能看上半天 心里边就老想着 什么时候我身边 也能有这样一个人 一起兴兴热热的呢 佳琪你放心 该说的我都已经 跟小星说过了 现在我对心里很踏实 以后我就属于你一个人 我会好好爱你 好好呵护你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饿了 吃什么 你说呢 披萨吧 我又不爱吃披萨 那缩边鱼 行 那也是他爱吃的 我发现 你还不知道我爱吃什么 你 你爱 可我知道你爱吃什么 我还知道你所有的生活细节 从这儿是你的第一天起 小虾就不厌其烦地 把你所有的一点一滴 统统告诉了我 你的口头禅 靠谱 你笑起来的样子 喝可乐 喜欢喝怪儿装的 吃麻辣烫 喜欢多干麻酱 靠谱 有一点我们永远都逃不掉 我对你所有的认识 都来自黄小虾 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 还是因为黄小虾 我可以当着全世界的面 装得若无其事 可是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不仅抢了他的男友 我还有他最好的闺蜜 就算那一冲结果不提 那这冲怎么办呢 这一切会过去的 走吧 送鱼鱼 这哥们太逗了 快看看 这个老外屌丝剪成神啊 就是我都不敢在你面前开口 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男生生气了 只能说一句话 你想怎样 比如说别人去拿走我的汽水 我也只能说你想怎样 在街上被别人撞到 我也只能说你想怎样 女朋友在酒吧被别的男生泡到 我也只能说你想怎样 这个太道了 你想怎样 听着孙带我送鸭一句话 别在我的主场 好玩吧 好玩 是挺多 谢谢你啊 晒凉妹 有什么好玩的事就想到我 V2欢呼 什么 咱俩谁跟谁啊 他不在 他去哪了 我让他进北图印资料去了 你拿回来给我也看一眼 好 我看一眼 我看她的女朋友这早晚 在十分之间 在互相 餓家 Ve 八经 在几应之间 我看一眼 三次 看看她的婚礼 她和她的婚礼 叫她和她喝酒 像她和我 问她的嬰就很贵 我听说 我的头 我替意 总有这样一刻 我只想跪地大哭 嚎啕不止 小心翼翼地走完每一步 谁偏偏做错了关于他这套选择题 其实我知道 若有一日他不再爱你 那么你这个人 楚楚可怜也是错 生气薄发也是错 你和他在一个地球上 同呼吸共命运都是错 或许 可以为他死 那更是让他午夜梦回 破火大骂的一个错 不知不觉 我们做到了这里 除了留下个潇洒的背影离开 做什么 都会呈现出一个漏洞百出的姿态 是否就会呈现出一个灵状 是否就会呈现出一个灵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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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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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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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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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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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